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没有什么能将我们分开 好像两人感觉到了什么 也在预示着什么 镜头拉回到现实 由于遭受洪水袭击的地区缺乏医疗援助 阿花自愿为那些受害者提供医疗服务 然而该地区的情况变得很糟 两人刚通完电话 阿花搭乘的巴士又遇上了重大交通事故 奇怪的事情发生了 镜头切换到小白落迹地走在街上 他躺在石阶上 感觉阿花就在他身边 之后大家吃饭时 所谈论的观点让小白接受不了 但是这些他却无法反驳 病房里小白见到了 曾经跟阿花在一块的男孩小强 小强向他讲述了阿花的事情 并说阿花正在对着他大叫 小白听后特别激动 在一个雨夜 小白自己在家时 看到阿花出现在自己眼前 随后源源不断的水涌入家里 将小白淹没 小白害怕地跑了出来 仓皇逃窜 他跑到尼亚那里 跟他讲了这些事 而尼亚到小白家时 却看到一切正常 以为小白是在思念阿花的情况下 成了精神病患者 然而就在小白以为自己患病时 奇怪的现象又出现了 他看到了火苗在燃烧 小白跑去医院找小强 希望得到答案 却没找到小强 随后小白找到玛莎修女 修女告诉小白 因为你相信 所以阿花一直在 生和死之间有很多步骤 阿花正在通过她的方式遇见你 小白回到医院后 发现一个死亡的男人 突然有复活的迹象 男人抓住了小白的手 试图跟他说着什么 小白很害怕 但他相信这是阿花在试着联系他 随后医院的人冲进来 都把小白当成了精神病患者 疯狂的他被警察带走 尼亚将小白从警局带出来 希望小白搬走 不要再想阿花了 而就在小白出售房子的那一刻 与阿花相处的记忆涌来 小白依旧相信阿花没有死 于是小白去到阿花车祸发生地点 跳下悬崖 游到阿花失事的公交车里 阿花的记忆一点点涌入小白的脑海里 小白看到阿花被当地的村民救了 于是小白跑向那个村子 原来阿花真的并没死 电影结局温暖而感人 我们会发现原来这就是爱情的样子 好了 电影到这里也就结束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